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鼎礼本师释迦摩尼佛 大悲色寿 聚真卓四叉 耳后发下五百广大院 赞如白年文明不退转 恭敬鼎礼本师大悲尊 上司于解 自大圣境五台山 文珠加持 入心间 祈祷尽美彭错足 证悟一传 求加持 欢迎大家再来到了量力宝上论课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八十一课了 那这些讲义 科办大家都已经熟了 那我们还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每一次上课之前的话 大家要聆听上司索拉基堪布的视频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得到传承 那主讲的时候呢 主讲的会讲解一个钟头 然后大家围绕着思考题讨论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科办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利他比量 那利他比量里头分了法相 跟这个普特切罗的案例 那我们现在在案例这个普特切罗 已经到了胜负之案例了 胜负之案例讲过了 现在已经到了见证者如何建立的道理 那已经总说了制服与色寿 那现在是分别抉择这个付处 付处先讲了合理的观点 然后现在在破除错误的观点 已经破除了这个学义派的观点 那现在正在破这个逐木派的观点 那上一次呢已经是把 第一到第十个付处 已经破斥掉了 那这一次呢是要把指十一到指二十二 总共有十二个付处 那也要把它破除掉 那这个缺减呢就是有两句 然后增加那这边就有这个两句啊 那我在右边这边就是 前面两个字都是用这个比较淡的颜色 那成言那这边有四句 不随说两句啊 四句 不知意的话有两句 不能难有两句 然后弊顿 弊顿的话是有两句 认许他难 然后这个是有两句 然后有乌式应可责难处啊 这里是有两句 然后责难不可责难处呢 也是有两句 然后最后到离中意 跟这个相似音啊 然后这边讲完了以后 破竹木派的观点就是鬼一鬼二 然后下面呢还有鬼三啊 所以还有鬼三 鬼三的话 讲这个四能破 在这边四能破 总共有二六十二句 十二句的话前面有六句 后面有六句啊 是即量论 跟这个观理论啊 即量论观理论 即量论有十四句 观理论有十句 这样总共二十四句 那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其实啊 没有详细的解释 只有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啊 然后再来就是总结 那总结的话 其实是总结了几二这里 普德切罗的案例 那这边有四句 简单的讲了一下啊 简单的讲了一下 好 那我们就请那个啊 美芬师姐上来讲 好的 各位师兄师姐 阿弥陀佛 在讲之前呢 我要还要再次的 谢谢丁居士 因为他把这一刻 整个的 把它有些重复的 他都把它浓缩 而且把它做得很精简 那我们看了呢 也都会很容易的明白 所以要再次的感谢丁居士 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 这个把上一时上课的时候 师姐做的这个前文的提要 把它借用过来 就是说 逐木派 他总共有22种付出 付出就是败处 是应该要加以遮止跟折服的内容 那我们安利的付出是什么呢 就是在 敌论者 他分为有两种 一个是不说过失 和说非过失 利论者也有两种 一个是不说依据 和说非理的依据 那外道逐木派的22种付出呢 撒迦班智达会认为说 这22种 其实可以归纳在上面所讲的 四种当中 因为有些根本不是付出 不是过失 不应该加以折服 那有些虽然是付出 但是没有必要单独安利 那22种付出呢 在我们上八十课的时候 已经讲了十种了 那今天我们继续 就要从第十一缺减 一直到这个第22的相似因 那我们就直接从缺减开始 第十一个缺减 缺减 这就是说 像譬如一名前派 他的五种之 是比喻 立宗 因应用和结论 总共有五种 逐木派他就会认为说 如果这五种条件中 一个条件不具足 就是缺减的话 就不算是真因 这也是不处 那而且在 以世青论师为主的 印度一名前派的 诸多论师们呢 也认为说 利用推理的时候 必须要具足这五种之 二知之过失 这个是讲我们自中的观点 我们自中认为是说 如果应该要具足的两种之 没有齐全的话 它才成为过失 因为这样就不能理解 这论事的意义 我们在第十品 就是第六十七课 真因的法相的时候 就有说到 中法成立相属定 即因无物之法相 这个第一个就是条件 就是中法要成立 然后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他们的同品 和异品之间的关系 要确定 如果这两个条件 已经具足的话 那才是因的无物的法相 我们只承认这两种之 中法同品片和异品片 而且这个同品跟异品的关联 要确定要具足 无力中等非复处 所以这个五值当中的 比喻和因是一定要具足的 其他的三种是多余的 这边我要停一下 就是我们自中 是讲三项推理 他这边为什么讲说 比喻和因一定要具足 那立中呢 他怎么会归在 是多余的呢 其实就是在前面 我们讲 正因的法相的时候 相属定 就是同品和异品 他的周片一定要确定 其实在要怎么 同品跟异品 要怎么去确定的话呢 就是因跟他的所力 必须要是同品或者是异品 这个关系 所以这是我的理解 就是说这里面 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说所力 但是实际上他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这个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 还要请各位师姐们 到时候师兄们来补充 所以这边 我们认为只要比喻跟因 是一定要具足的 其他的三种是多余的 无利中等非付出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自终认为 前面所承认的这些利中 就五支 里面的利中等三者 不具足并不是过失 因为即使这些没有的话 也可以懂得这个论失的意义的 如果不是过失的话 那就不应该成为付出 因此对方认为的 缺减付出是不合理的 因为利中等这三者 是多余的缘故 一名前派的五支论事 就像比如声音是无常的 所作之故 如同瓶子 如同瓶子是所作一样 声音也是所作的 由此可以证明声音是无常的 所以在一名前派 他的第一支声音是无常 是利中 第二支所作之故是因 第三支如同瓶子是比喻 这三支利中应跟比喻 表面上看来跟我们的三项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实际上在认识上 有一定的差别 而且这个一名前派 在这三支之上 又再加上了 如同瓶子是所作 声音也是所作 他们认为这叫做应用 然后由此证明声音是无常 这是最后的结论 那这个在详细分析 应该是在第八十二课 我们现在就大概说一下吧 就是说第一个 这个利中应用跟结论 这三者是多余的过失 因为无常本来是一种利中 但是这利中应该跟因之间 有一种关系 要确定一个关系 就是宗法要成立 这个利中跟因的话 这里并没有确定 它是所作决定是无常 这一点它是不决定的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确定 所以这个宗法成立 他们之间并没有很确定的 而且应用和因 这两者又有重复的过失 而且这个在结论 最后的结论和利中 也有重复的过失 所以既然应用跟因 结论跟利中都有重复的过失 这就是多余的 那前面的这个利中跟因 本来应该要确定他的一种 譬如说是所作的话 决定是无常 这一点外 那个一名前派也没有确定 第二个就是有缺少的过失 比喻上如同瓶子 这个比喻上面 它并没有确定有周片的关系 这是很关键的 所以它的比喻 否则那个比喻 它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声音是无常的 所作之故 如果是所作 就决定是无常 如同瓶子 这个就应该是很确定 同品变 如果不是无常 则决定不是所作 如同虚空 这个就是什么 异品能够很周片 我们的所作跟无常之间 建立了一种周片的关系 而且只有通过这种周片的关系 才可以将这个声音 到底是不是无常的问题呢 把它抉择清楚 下面我们再讲 第十二个增加 这个增加增说 是在竹木派是这样认为 如果在进行推理的过程中间 如果该建立的道理 已经建立完毕了 那你还在这个上面 重新增加它的因 或者是比喻 那就是多余的 这也是一种付出 比如说 声音是无常的 所作之故 犹如瓶子 犹如柱子 在认识中 讲两个比喻的话 那外大会认为 这是多余的 这是增加付出 增说涉于非能力 就是说 或者说声音是无常的 是所作之故 是有违法之故 它引用了两种因 一个是所作 又是有违 外道也认为 这是一种增加付出 涉于非能力 弩之观点 非付出 那按照我们 自终的观点的话 佛教英明学的论识 它是固定的 它的逻辑也是很严密的 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你增加比喻和因是一种付出 但是这也没有必要去单独安利付出 它可以包括在说非能力之中 而对竹木派的观点来讲 这也不会成为过失的 外道它将根本不需要的物资 它也认为是需要的 当然这个外道的物资 跟一名前派的物资 还是有很多方面的差别的 外道它并没有严密的逻辑 因此从对方的观点来讲的话 增加一些因和比喻 不会有什么过失的 所以它不应该成为付出 所以弩之观点非付出 以外道你们的观点来看 这个要很难称为它是付出的 那我们说学一名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学过一名的人和没学过一名的人 在交流的时候就会发现 没有学过一名的人始终认为 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原因是他们往往以当方面的道理 进行论证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不定等相似因 因此大家在与人交往或辩论的过程中 一定要以比较严密的逻辑来推断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们讲第十三个 从严 从严这个竹木派认为 它也是一种付出 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词句上面的重复 第二个是意义上面的重复 比如声音是无常 声音是无常 一个词句重复两遍的话 外道会认为这是声音上 词句上的重复 那比如说声音是无常之法 声音是毁灭之法 这样词句虽然它没有重复 但是它的意义重复 词从非过失 意从归射非能力 我们自终会认为说 你持续的重复 没有必要单独安利为付出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如果它的意义也重复的话呢 就包括在意义重复当中 如果意义没有重复 光只是持续重复 有时候持续重复也是有必要的 比如说我们讲 你高兴就高兴吧 看就看吧 吃就吃吧等等 这里面也间接隐含着另外一种意思 所以从词句上看 好像是一种重复 但是意义呢并不重复 像葛当派的有些教研 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是讲一些重大的事情的话 意义和词句 即使重复也不矛盾的 比如为了要引发别人的注意 你就说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这些的话呢 有时候这个持续和意义的再次重复 也有必要和这个强调的作用在 像上师如意宝的中言心之明点 里面呢就有类似的情况 在讲文思修的时候 他用了三个诵词 为什么呢 因为修行特别的重要 所以讲完了以后 为了再次强调 他又用了一个祭诵 当时上师就讲 按照一些传承上师的教研 一般来讲 我们的语言最好不要有重复 说每一句都要重复两遍才能完成 这也是语言上的一种过失 但是在有特殊必要的情况下 语言和意义重复也不会有矛盾的 尤其在阐述这个论识的过程中 语言和意义重复就会成为过失 下面讲第十三个 继续讲 比义论事立为过 就是说正在进行英明的推理的时候 你说无常无常或者看吧看吧 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但是因为英明的逻辑是比较严格的 虽然这可以成为论事的一种过失 但是不管从敌论者或者利论者来讲的话 它都可以归属在我们前面已经案例的 四种过失当中 长篇故事非为错 如果说是长篇小桌 或者是上比较复杂的问题 你为了要说清这个道理 在见证者面前再次宣说 也不会成为付出的 不会成为错误的语言 因为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或者一些理论性比较强的道理 不一定三言两语就能够表达出来 这时候详细的说明也不会有过失 所以对方所安利的重言付出也不合理 第四个要说不随说 不随说 竹木派会认为 你在大众场合中 利论者已经说了三遍 对方应该清清楚楚听懂了 但是对方什么话都没有说 一言不发 这就是不随说不处 比如我说声音是无常的 所作之故 已经说了三遍 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直在那待着 这就是不随说 外道的意思是 我说了声音无常所作之故 以后呢 你对方 你就应该跟着 马上跟着说一遍 哦 你说声音无常所作之故 跟着说完了以后 他再进行对我进行来提问 如果对方没有跟着我说 那就有不随说的付出 外道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呢 我们观察以后认为 所谓的不随说 对敌论者来讲呢 也不一定成为过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前面 并没有这样的程序 立论者说三遍 然后呢 敌论者也要跟着说三遍 就像老师给学生教书一样 学生也要跟着老师念三遍 我们没有这样程序的缘故 所以他不会成为过失的 虚说未宣说 则设不能难之内 如果需要说的道理 你没有再次宣说 当然这就是一种付出 但是他可以设在不能难当中 这个不能难 他待会下面应该在第几会有 再说详细 就是说如果需要说的道理 你没有再次宣说 当然这是一种付出 他是可以设在不能难当中的 不能难他这个呢 是对敌论者和利论者 都是可以用的一种词语 对敌论者来讲的话 他可以包括在不说过失当中 那对利论者来讲的话 可以包括在不说能力当中 除此之外呢 他不会有什么过失的 那我们需不需要随说啊 其实在辩论的场合中呢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以外 是不用随说的 那在有些特殊情况下 比较关键的问题呢 是可以随说 比如说我是利论者 我承认太阳从西方升起来 这个时候敌论者 他会害怕 到时候我不承认自己的利宗 他所以他会通过随说 对我的观点加以证实 他会说 这是你说的哦 你说太阳是从西方升起来的 你要记住哦 你不要变哦 那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再次的给我说清楚 这也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的话 对方说什么 你就跟着重复是没有必要的 虽然在有些特殊情况下 谁说也是可以的 但这个毕竟是特殊的情况 我们并没有承诺 你说一遍 我就必须先要原原本本 跟着说一遍 然后再进行回答 我们没有这样承认过 所以这根本不是一种付出 即使是付出 也包括在前面所讲的 这个敌论者或立论者的 两种付出当中 除此之外呢 没有必要像你们所说的那样 单独安利为部 不谁说的付出 下面讲第十五 不知意 不知意 赌木派会认为说 立论者说了他的观点以后 见证者也已经懂得了这种观点 但是这敌论者却未能听懂 这就是不知意付出 比如说具有向风垂湖的动物是黄牛 这个时候见证者已经明白了 这个立论者所说的意义 但是敌论者他还没有听懂 与敌论者卑微不能难之外 但是我们对他分析 其实这跟前面的不随说一样 就敌论者来讲的话 这不会成为一种付出 因为这并不是不能难 不能难就是不说过失之外的过失 见证者已经懂了立论者的意思 在有必要说的时候 敌论者却没有说 这是什么属于不说过失 不说过失 可涉于我们自终安利的 这个敌论者的两种付出中 所以不会成为过失 也许因为这个敌论者 他没有能力对立论者答复 也许他不愿意答复 因为心情不太好 所以不愿意开枪 也许是他举不出过失 或者也许是不想说 不管怎样 他都包括在不说过失当中 敌论者的任务就是要说过失 因此这个不说意 已经包括在不说过失中了 没有必要再单独安利一个付出 所以对方的观点是不合理的 第十六个 我们就要再讲这个不能难 不能难 竹木派认为 在双方进行辩论的时候 其中的一方 不管是敌论者或是立论者 应该要对另外一方进行回答 但是他并不回答 只是随便的唱诵 其他的道歌或世间的歌曲 这就是不能难的付出 不能难者数不说 能力之 亦不说过 本来一方提出来的问题 应该要得到另外一方的重视 可这个他并不重视他 只是在唱歌 根本不管对方的观点 所以这也成为了一种付出 本来又像本来在短暂的辩论当中 心不应该这样的散乱 但是如果辩论的时候 也做其他的事 或想其他的事 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的话 竹木派会认为 这些都是一种付出 那我们之中会认为 虽然它是不合理的 但也没有必要单独案例 为不能难的付出 它可以包括在不说能力 或者是不说过失当中 如果是理论者的话 就是不说能力 因为他根本举不出任何理由 所以只在那边做无关的事 唱歌 如果是敌论者的话 那就是不说过失 因此没有必要单独案例的 通过这上面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佛教的逻辑 的的确确是非常殊胜的 只要我们懂得这种道理 在任何一个辩论场合中 一定会获胜的 第十七个讲弊顿 弊顿竹木派会认为 辩论的时候 本来应该要向对方发过失 但这个时间 他却说 我现在不空 没有时间 或者说我生病了 不行了 然后马上就放弃这辩论 那这就是弊顿的付出 本来是不应该放弃 但他却说不空 或者生病来逃避 在辩论场所当中 这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这应该是一种付出 弊顿真实非付出 这个我们在分析这个弊顿的时候 应该分为两个方面来分析的 一个是真实 一个是狡猾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对 弊顿真实非付出来说 因为如果他真的遇到了生命的危险 或者是戒律受到了威胁 真的有一些不得不承办的事情 那他说不空 也是合理的 因为这个时候和别人辩论呢 并不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在这个辩论的场所 待下去会有生命的危险 那他肯定是不空 所以这不应该按理为付出 或者说他真的生病了 得了急性栏尾炎 实在忍不住 马上要找救护车 病得这么严重的时候 你还给他加上一个付出的罪名 这是不合理的 可见这种情况并非付出 因为它是事实 不应该加以折服 现在讲第二个 有狡猾归不能让 就是说第二个情形 就是在辩论的过程中 如果一方觉得另一方的言辞 他特别的尖锐 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对付 于是便以狡诈的行为假装 假装 哦我得病了 哦我不行了 你不要给我说话 我想睡觉 我已经打瞌睡了 我马上要走了 你等一等 我不行了 在这个时候搞一些小动作 那这种情况就是他的付出 不过虽然他是付出 但也没有必要单独安利 如果对理论者的话 因为他不说过失 所以包括在不说过失当中 如果是对理论者的话 就包括在不说能力当中 没有必要单独安利 讲第十八个 认许他难 认许他难 竹木派认为说 在辩论的过程中 立论者说 你是盗贼 是是父的缘故 如果敌论者对这个立论回答说 你也是一样的 或者说你义是 这样回答的话 那说明敌论者已经承认了 立论者是盗贼 而且间接也承认自己也是盗贼 因为义这个字里面 已经隐含了 我们两个都是盗贼 那这样的话呢 敌论者便将自己的过失 归咎在立论者上面 可见这是一种付出 他就叫做认许他难付出 那我们针对至终呢 就会认许他难 知不知 依次不定不说过 对他们这个观点呢 我们就会驳斥说 这个问题需要从知跟不知 这两方面来分析 他依次是不定 或者是不说过 像知就是不定 不知就是不说过 第一个 如果论事成立 事事夫就成了盗贼 那么你立论者也成了盗贼 敌论者说你一事 他这种回答是合理的 但是这一点 立论者他不承认 因为事夫规定 全部都是盗贼 这种因就是一种 不定的相似因 如果敌论者不知道 这是一个相似因的话 那当然了 这是一种付出 本来这种推理 就是一个相似因 但是你敌论者 却认为 它是一个真实的因 因为你不知道 那你自己就承认 自己是盗贼了 而且也承认 别人是盗贼了 这就是把这种过失呢 推给另外一方 可见这是一种付出 他可以包括在 不说过失当中 第十九个是讲 忽视因可责难处 这个外道认为 如果立论者运用 一个相似的因 而敌论者无力去观察 也实在没有办法将它推方 便断然的舍弃 那这就是忽视因可责难的付出 变酸不能难中设 那我们呢就可以这样子说 这种付出可以包括在不能难当中 因为如果是立论者的话 就可以包括在不说能力当中 如果是敌论者的话 那可以包括在不说过失当中 因为如果真正是一种相思因 相思因就是有不定因 相为因或不成因 而且敌论者他无法反驳 不能观察 而且断然的放弃的话 那就可以包括在上面所讲的 从敌论者或立论者的两种过失当中 可见是没有必要单独安利 忽视因可责难处这种付出的 第二时责难不可责难处 竹木派他认为 本来对方没有什么过失 但是另外一方却故意给他妄加过失 也就是通过势力 或者通过辩才 把过失强加在对方的身上 别人本来没有讲过失 没有讲有过失的词句 就是不应该去责难的 但是另外一方却故意这样说 就是故意去责难 这是成为一种付出 也就是说本来对方没有过失 但却给他增加一些过失 这就是责难不可责难处的付出 唯一不能难之付出 我们就可以回答说 这并不能成为付出 因为这是自己没有能力 推翻对方的观点 所以这种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 并不是不能难以外的付出 他应该可以包括在上面所讲的 不说过失和不说能力当中 因此这没有必要单独安利为一种付出 第21个离中意 鼻者所谓离中意 这个是外道素润派他们认为 有的东西它是不会毁坏的 无的这个东西不会产生 也就是说他们素润外道 他从实相的角度来讲的话 凡是是有的东西就不会毁坏 而没有的东西也不会产生 这个是他们宗派的中意 然后他们虽然有这种中意观点 又说了两种跟他矛盾的观点 第一个 他说在主物当中一切都可以显现 也就是说没有的东西可以从主物当中产生 而有的东西也可以坏 也就是他坏了以后 他就是融入自信 就是融入主物 竹木派他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这显然已经离开他们的中意 所以这是一种复处 那涉于不说能力之 我们自终观察呢 其实他可以涉于不说能力之当中 因为他们的说法前后矛盾 没有必要按理离中意的复处 第二十二个相似因 相似之因为复处 竹木派认为 前面所说的不成不定和相为因 这三种相似因是一种复处 而我们就回答说 相似因你立为复处 这是千真万确 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呢这些都可以包括在 说非能力跟说非过失当中 没有任何必要单独安利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 上面竹木派所讲的二十二种复处呢 都是不合理的 而且呢 如果你这样分的话呢 因为世间每一个人的说话方式都不同 那你立出来的复处就有千千万万无边无际 所以没有任何 所以这没有任何的必要 而且如果你这样安利的话 那二十二种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归纳 前面也讲了归舍是很重要的 实在没有办法归舍的 你就才可以单独安利它的分类 如果能够归舍的话 就应该把它归舍在它的种类当中 因此竹木派所说的二十二种复处是不合理的 在下面呢就要讲到鬼山四能破 相似的四能破 这个四能破要分的话也有二十四种 是包括在下面的三个季种当中 这些内容都比较好懂 因为四能破全部都是相似因 主要是从立中 因和比喻这三方面来进行分析的 四能破的道理在极量论中也有 在观理论中也讲得比较清楚 现在的英明书 比如沈建英的佛家逻辑 英明学研究等等 这些书对部分道理也讲得比较清楚 我们大家可以参考 那现在先讲这个极量论中的十四种 它的四能破 我就十四种是第一个 执欲 未执欲相似 就是执欲相似跟未欲相似 因 再来就是这两个以外 再来恒常 无说 未生 再来国法 同法 义法 再来分别 无意 可得 再来 犹豫 知意 应成 总共这十四个都是极量论所说的 所以 以 这十四种相似 能破呢 在陈那论事的极量论中呢 讲得非常清楚 那 那观理论里面的话是 真 简 言说 未言 正理 各欲 所利 无常 做 生过 这 相似 四能破 总共生过 这些总共就是 十个 所以总共 加上前面的极量论中的十四个 总共是二十四个 成那以破 法 称制 就是说 在这 观理论中 他又讲了十种四能破 那这样观理论和极量论的四能破 全部加起来 总共二十四种 现在就单举那个 做一个举例 举一个例子 像成那论事呢 四能破 已经从不同的角度 遮破了 所以法称论事 在适量论中 他没有再遮破 那 其实这里的四能破 他是比较容易遮破的 比如说 海罗生是无常的 他是情作所发之故 如同瓶子 本来这是一个正确的论事 但是 但是 敌论者呢 他陷入了一种没有意义的状态中 他诬陷说 你们刚才所承认的 海罗生是无常的 他是情作所发之故 如同瓶子的观点 不合理 怎么不合理呢 因为他会认为说 因跟所利之间的关系 你到底是接触还是不接触 如果因跟所利之间的关系 是接触的话 那么就应该像江河水跟海水 它是融为 最后会融为一体一样 成了不可分割 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去正成 如果他们是他底 就是不接触的话 那么就会像声音 是眼睛索取一样 永远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辩论的 那我们怎么去遮破呢 要知道 因跟立宗之间 它是依靠潜于来进行破例的 不可能一一的去观察 你是接触还是不接触 可见对方所说的这些道理 跟正理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不相符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很容易就能够遮破对方的观点 这里呢 看不只是以职域为职域 就是第一种跟第二种 这个职域相识 为职域相识 这种四人破为例 象征性的提示一下而已 讲阳落得万波尊者的讲义里面 他就讲得比较清楚 但里面也只讲了对方的观点 并没有去进行遮破 遮破的道理 在量力宝藏论治事中讲得比较清楚 即量论治事 观理论讲义也讲得非常清楚 那总结记 就是 为之此等四能破 讲说诸大论点者 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了解 上面所讲的二十四种四能破 那么再讲解一些大的论点 像即量论或正理门论 这些论点的时候 就有一定的困难 尤其会对对方的观点不清楚 多数未了前观点 因为对方这些观点 其实我们现在用的也并不是特别多 不太清楚 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故乃笼统分开全 所以撒加班自达 在这部论点中 只是大概宣说了 二十四种四能破 就讲完了 谢谢 请大家指证跟补充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那个乃笼师姐 很详尽的解释 很详尽的串讲 那请问一下各位 我们直接来 对不起我习惯是要问大家 那这次的话 因为我们有二十二种 这次有十二种 那我们就分为三四五三种 就分为一二三题 那从第十一题到十三题的复处 我们就请那个 这个是谁呀 第一个是 那个 我们安娜师姐来讲 你要我stop share吗 好 我share一下 大家好 今天我来重复再讲 十一到十三的复处 事实上课本是在 两百七十九到两百八十三页 那我们做的PPT是从七到十四 大部分呢都是复处而已 就是跟我们的PPT是一样的 我们讲第一支缺减 缺减二支之过失 无利中等非复处 先了解五种支 它是指比喻利中 因应用跟结论 总共有五种 竹木派呢认为 如果这五种条件中的 一个条件不具足 就不算真因 这也是复处 而且以世青论师为主的印度 一名前派的诸多论师 也认为利用推理的时候 必须具足这五种支 那我们自终就 我次说二支之过失 就是第二个 宋词的第二个 我们是 我们讲 该具足的两种支 没有齐全 才成为过失 因为不能理解 论事的意义 前面我们第十品也已经讲过 中法成立相属定 即因无物之法相 这个是我们在讲 至中因的法相的时候呢 第一个条件 中法要成立 第二个条件 它的同品跟异品之间的关系要确定 那么就是有这第一第二这两支 如果这两个条件已经具足 那才是因的无物法相 我们只承认这两种支 一个是中法 第二个是同品片跟异品片要具足 就是它的关联要确定 那最后呢 他说也就是五支当中的比喻和因 一定要具足 其他的三种是多余的 我也是看到 讲比喻和因 好像我们之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后来自己把它拆解成说 比喻呢 是确定同品片跟异品片 那么它的因呢 是确定中法成立的 所以其实它也有包含中法 以这个论事下面来讲 是所作片是无常 如同瓶子 这个就是同品欲 不是无常片不是所作 如虚空 这个是欲品欲 所以这都是讲欲方面 那这也是在讲周片性 那所作呢 是成立声音 是无常的正音 那么这是他的因 是在强调这个中法 也是他的讲音 所以我把它这样拆解以后呢 自己心里就觉得 好像比较通得过了 那么第三句送词是 无立宗等非复述 自终认为前面所承认的立宗 应用结论等 这三者不具足 并不是过失 因为即使这些也没有可以懂得意义 因此对方认为的缺减 付出是不合理的 这三者是多余的缘故 下面乃芬斯姐很用心 他又帮我们找了82课的解说 这个为什么立宗等三者是多余的 他这个分析呢 我还是有点不懂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声音是无常立宗 所作之故是因 如同瓶子是欲 如同瓶子是所作一样 声音也是所作 是他的应用 由此可以证明声音是无常 这是他的结论 我们看看这个课本里面 他是有一些对照表 第一个他说立宗应用结论 这三者是多余的过失 第二支所作之故是因 第一个A 立宗应该与因之间有一种关系 所作则决定 无常这一点是不决定的 关系没有确定 那这个我就觉得很怀疑 事实上他的论事只是后面 多了一个应用跟 多了一个应用跟结论 那如果照我们以前的理解 所作跟无常 他是同体相属 他是有是一个自信因 他是有相属关系的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 他说没有关系 那这右边是 我有把他抠过来 就是他的没有确定 这两者没确定 那这个比喻他在这边是没有讲什么 但是在这个应用方面 他就又提到说 你的应用跟因这两者有重复 他只说如同瓶子是所作 声音也是所作 他就提了两次 他说你这个因跟应用 这两个为什么重复了呢 所以我们说他这个是过失 那这一点没有问题 那么第三点 他说结论他立宗也有重复的过失 就说由此证明声音是无常 是最后的结论 那结论他这里 他有讲了两个 所以前面立宗的时候 已经说声音是无常了 最后结论又讲声音是无常 所以好像没有必要 所以这个这一点是有过失的 那他第三就是他的第二点 说有缺少的过失 这里我也不太理解 他说如同瓶子 为什么他说如同瓶子 这个比喻上面没有确定周片的关系呢 照我们以前的理解 好像这个立宗因跟玉 这个就有周片啊 我们那时候就是觉得 这已经是周片了 那不理解为什么八十二课 在这里说有缺少的过失 那这方面再请大家来 多多讲解一下 这个我不理解 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增加 增加的付出 那宋词是增说 涉于非能力 辱之观点 非付出 这个在PPT第十 增说是竹木派认为 正在进行推理的过程中 如果该建立的道理 已经建立完了 那么再在这个上面重新增加了因 跟比喻 那就是多余 那这也是一种付出 他举了例子说 声音是无常的 所作之故 他又讲 犹如瓶子 犹如柱子 那这用了两个比喻 所以认为是增加了付出 那还有一种是说 声音是无常的 是所作之故 是有违法之故 那么他又用了 前面是两个比喻 后面这一个是两种因 所以外道认为 这也是增加付出 这是竹木派这么想 那我们驳斥他是说 涉于非能力 我们在佛教英明的论事 是有固定性的 我们观点而言 包括在说非能力之当中 就是立宗的说非能力 因此他算为过失 而对于你们这种 没有必要 胡言乱语的宗派来说 是很难立为过失 我们认为说 你们根本都没有一个逻辑性 所以你这个只是属于 非说能力而已 那又再强调一次 辱之观点非复处 那么对于竹木派的观点来说 这不会造成过失 因为外道根本不需要的 五支也认为是需要的 他没有这么严密的逻辑 因此从对方的观点而言 增加一些因和比喻 其实不会有什么过失的 这是我们对对方说的真说 你认为真说是付出 但是我们不认为 因为你本来你的立宗 或者你的逻辑 都不太合乎正规 第三个讲从言 从言的颂词是 从言词从非过失 意从归舍非能力 比意论事立为过 长篇故事非为错 对方认为 从言也是付出 他们分为两个 词句上的重复 比如说声音是无常 声音是无常 他讲了两遍 还有意义上的重复 比如说声音是无常之法 声音是毁灭之法 他讲了两种 其实无常跟毁灭 意义是重复的 那么词句虽然没有重复 但是他的意义重复了 诸如此类的词句跟意义重复 应该安利为付出 我们至终说 词从非过失 那么词句的重复 没有必要单独安利为付出 因为呢 意重归舍非能力 如果他的意义也重复的话 那就属于说非能力之了 对于我们来讲 他就归舍在这里面 不需要再多余的 那意义不重复 光是词句重复 也有没有过失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是有必要的 比如说 你高兴就高兴吧 看就看吧 这只是一种词语 如果从词句上看 好像是一种重复 但是意义并不重复 那么我们解释说 为什么意义不重复 这边有用了比喻 就是说葛当派的一些教研 当有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呢 意义和词句 即使重复也不矛盾 比如呢 是为了引发别人的注意 那他就说 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等等 因为他有强调的作用 那上师如意宝在中原新之明典里面 为了修行 因为他认为修行特别重要 所以他在讲文师修的时候呢 他就用了三个诵词 然后又再次强调 又用了一个祭诵 所以都是为了强调 所以我们在第四句里面 比义论试立为过 说这种情况也是一样 如果陈述论试 具意意义 重复 那么则立为过失 就是说在 我们在论试当中 你重复了就是过失 那么正在进行英明推理时 你说无常无常 或者看吧不看吧 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因为英明的逻辑 是比较严格的 虽然这可以成为 论试的一种过失 但不管是从理论者 或者利论者来讲 它可以归属在我们前面 已经安利的四种过失里面 好 那我们再看看下面 他下一句说 没有错误的原因 就是指如果长篇小说 或者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你为了说清楚这个道理 在见证者面前再次宣说 也不会成为错误的语言 总之呢 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或者一些理论性较强的道理 不一定三言两语就能表达出来 这时详细说明 也不会有任何何过失 所以对方所安利的从严付出 也是不合理的 以上 互说完毕 请补充跟指证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 那关于阿弥陀佛提出来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答案 那那个先问问看 你先问问哪分师姐是怎么说的 那个安娜师姐讲得真好 这个其实因为最主要是 我们对这个不管是一名前派 或是外大 他的五支这个论事呢 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只凭着 看部他讲的 一名前派的五支论事呢 他是没有决定的 比如讲我们要有中法决定 同品片也要 异品片也要决定 他是只是讲说 他没有决定 我只能照这么意思去理解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么单纯 还是请其他的师兄师姐们 补充吧 阿弥陀佛 那那个 谢谢那个哪分师姐 那因为82个是那个 李慧师姐要讲的嘛 李慧师姐有没有意见呢 我也有意见啦 因为这里我也不清楚啊 就照这个语言上来分的话 他是个 照这个论事来讲 他是个秩序音 秩序音的论事 所以跟我们所认识的 至少跟我所理解的 他是相顺的 但是现在他说 他没有决定 我看不出他哪里有决定 有没有决定 可是呢 在82课这里呢 他那个应用跟那个结论 他应用的东西呢 他应用的东西是说 声音是无常所作之故 如同瓶子 如同瓶子是所作一样 声音也是所作 我是想说 他是不是以这个欲 比喻来证明 证明他那个所作 证明他那个无常 也就是说他比喻的 这两个主角不对 因为正确的情况 应该是说所作跟无常去比喻 去那个所作就是无常 他们就是同体相处的 这种关系嘛 那你现在应用上 是用瓶子是所作 一样声音也是所作 那就不是 就不是把 就好像这感觉上 是在这个地方 他会觉得 你说的好像没有针对 无常跟声音 这两个来做 来确定 我只能想到这里啊 那这一题呢 我确实也是想要问清楚 因为82课呢 我一上来就要讲这个东西 我也看了名义乎乎的 看来好像是说 外道的物资里头的定义 像中英域的定义啊 可能也稍微不一样 那到底是怎么样不一样呢 这边有什么 师兄可以问一下 其实他这个可能就是 在82课 就是有讲到 303页这边 他可能就是说 这个比喻要确定周片嘛 但是在 外 就是 股资的部分呢 看起来只有同品 股有周片 但他并没有讲到 易品 就是说他同品片要周片 易品片 但像 始终的话 在这边 就有讲到 如果不是无偿 则决定不是所做 是不是这句话 如同虚控 要把它再更确认出来 不是不是 就是刚刚那个 那个PPT 刚刚那个 缺少的部分 对第九个 对 就是说他们少了一个异品 就是说他之间建立一种周片的关系 那这个周片也就是包含了同品跟异品 可是在这个五支里面看得出来他是同品 但是他并没有把异品很清楚地讲出来 我们在讲自信音的时候 他也没有列出来 同品只要异品的话异品就会列 对啊可是在这边他就要列出来 就是在302页他就是要列出来才对 这里是我们在批评对方的 这里是我们在批评对方的 在我们的概念里同品骗的时候异品也一定会周片 如果这个论事是成立的在这个条件之下 那他们所列出来的这个论事 他们也认为这是成立的 那他们认为成立既然是成立 为什么他会是他会是没有周片的 怎么会没有周片关系呢 所以就感觉说他立了这个 这是有一个该说没有说 就是我们前面有学习到就是说该说没有说嘛 这个问题啊 你是这样解释说他该说 可是我们自己的在读很多印诚论试或者秩序论试的时候 也都没有把异品说出来啊 因为就是你自己要了解的他也不会讲的 在辩论很多他也不会说的 可是在这边就有讲出来啊 在82课就是有讲出来啊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疑问 就是说为什么在82课里面就要讲出来才能够成立呢 因为从缺少的方面来讲 他就是缺少这个异品骗不周片嘛 也就是说该说没说 那在我们的论试里面呢 其实是要讲出来的 那我请问一下啊 也是82课那302页 他是说啊 什么逻辑学里面有一个大前提小前提 还有一个比喻 和英明前派的观点比较相似 那我现在就想要理解什么叫大前提小前提比喻 那是不是这个跟跟他的五次论试 会有关系呢 我在想是不是总相跟别相 总的跟别的 总比喻跟 就是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这样子 大前提应该就是有法 大家都要承认的 然后那个所立的就是那个小前提啦 应该是这样的 感觉上306页并没有解释得非常清楚 303页在哪分析列出来的这个 他也只是这样说过 他说并没有确定中法的事 但他并没有说因为 所以我也不晓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好今天我们能够解决 要不然82课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稿子 这边我要等于说可以说一下 我去查了什么叫做大前提这个事情 小前提这个 比如就画圈圈来讲 最大的圈圈就是大前提 那第二个中圈就在大前提里面 那小圈的话 小前提的话就是又在这个中圈里面 所以譬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所有人都会死 这个是大前提 所有人都会死 那苏格拉底是人 这个是小前提 所以结论 他的结论就是什么 大前提小前提跟结论 结论就是说 所以苏格拉底会死 这是我去查的 什么叫大前提小前提 跟这个结论 是这个样子 所以画圈圈来讲的话 就是大前提就是最大 范围最大 那小前提 他这个大前提之下 他还有个中圈 中间的一个小中圈 然后中圈里面又有小圈圈 这个小圈圈就是小前提 仅供大家参考 阿弥陀佛 应该是总前提 就是说 先一个定义 然后呢 小前提的话就是比喻 因为比喻的时候 然后最后就正成了 说有一个结果 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死 那这是一个 先承认的一个条件 那通常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大家都承认的 也就是说 这个在索利的 在那个中法里头 大家都前面那个 是大家都承认的 然后呢 但是因为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就举着这个例子 所以呢 就正成为 说苏格拉底 因为是人的关系 所以他也会死 就跟我们大前提合了 大前提跟小前提合的时候 就变成结论了 那如果说像这个英明学的话 那在这边不就可以说 那所量啊 就包含了常法跟无常啊 那瓶子就是又在无常的里面啊 那所量是大前提啊 那无常是包含在 所量里面的嘛 常法跟无常 他就是个中前提的一个讨论 那接下来无常里面有瓶子 他又是一个小前提这样 就是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 中的一个小的这样 我觉得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他的大前提 已经正成的结果 而且是一个大范围的正成结果 那比如说所量就是一个正成结果 所知 这样子可能还差一点 因为那个 比如说 比如说所有的人都会死 那有所有的人 然后这都会死 都会死 就是那个他已经正成的结果 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 那就等于说 那个 这个声音是无常的 声音是大家都那个的 但是这边不一样的 我们是要证明说声音是无常 但是他们是说 所有的人都会死的话 这个结果是已经证明过的了 所以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一种逻辑了 那但是我在这边想的话 到底说 一名前派的五种 那这边堪布一直在讲说 不一样不一样 到底是什么不一样 所以刚才那边 也有可能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讲到议品 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第一个多余的时候 他说 逆中应该是因有一种关系 那难道说 这个一名前派的那种 没有说明这种关系吗 比如说所作决定是无常的 这一点是不决定的 那平常我们的话 就知道说 所作跟这无常是有一定的关系啊 所以 我可以说一下吗 你能说 好 那么我看了这个82课这边 那其实 在这边呢 他为什么 通常说起来的话 他有讲到在302月 他讲到第一个缺点分析 他第一个有多余的过失 他就讲到说 这边 通常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在跟对方 就是说你有一个立宗者 然后你有一个敌论者 那么立宗的人 他是要把他的宗立出来 那么当他立出来的时候 他必须要 敌论者 他要去破的时候 他必须要去确定说 立宗的人 他要承许这个因 跟这个宗之间的关系 而且呢 这个因跟宗的关系 必须是立宗者 他承许 而且他是同意的 那如果他没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其他的关系 来证成这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立宗者 所以他这边 他讲到这个在303页的这个 第六行 他说第七行 那么这在对方普特切罗的面前 是不符合 是不成的自信 就不成意 你就说在对方这个 再往下 然后在对方这个普特切罗 在立宗者 他前面 那么或者是在敌论者 他这边 他们之间有一个人 并不承许这个关系的时候 那这一个关系 你就不能用他来证成这个论识 不能用他来做立宗 所以他这边讲到说 你即使说出他 也不能生起福和事实的了答 就是说你要想说服他 可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成许 他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 那这时候呢 这一个事实的了答 就不能够把它成立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再换其他的因 就是说是对方他能够承许的这一个因 那么再把这个关系 再一层一层再建立起来 那么最后你才能够让他同意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他有同复 多余的过失 然后而且他后面他有讲到说 是所作之 就是说他因为像那个应用 还有立宗 其实在一般说起来 在立宗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这个论事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要立宗 立宗的话 你还要再去让对方能够承许这个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立宗 所以这个跟后面 就是说结论 这立宗 他这都是重复过语的 然后他说有缺少的过失的话 就是这个缺少的话 就是他有讲到 在下面 下面有缺少的过失 他是讲到说 这一段的第五行二十 比如声音是无常 所作之故 如果是所作 则决定是无常的 还有前面 他说按前面第三行后面 按照我们的观点 必须通过比喻 确定是周片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至终的话 我们必须要承许 它是一个周片 可是他们 他们只有讲到用比喻 他们并没有讲到周片 所以他 那这边他说 讲声音是无常 所作之故 如果是所作 则决定是无常的 如同瓶子 他这只是一个欲 那如果不是无常 则决定不是所作 如同虚空 那这个也是一个欲 他并没有去建立 一种周片的关系 那他这边就特别讲到说 只有通过周片的关系 你才可以将声音 到底是不是无常 这个问题 抉择清楚 就是说你必须要让 对方去承许说 这两个之间 他们是有一个周片的关系 是我同意 对方也同意 那么我们两个人 都同意的时候 那这一个论事 对我们两个人 才能够达到一个 同时的 就是说我们都承许 这样子才可以把这个 声音到底是不是无常 这个问题 抉择清楚 那么这个钟 才能够真正立得出来 所以这个是 我讲到说 你没有周片 对方如果不承许 他是周片 我认为是周片 可是对方不承许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 辩论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去找 另外一个音 让对方能够承许 我们在讲论事的时候 其实是 他可以讲 音不承 那音不承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再找 另外一个 他所承许的 这个音的关系 然后你再 再一步一步 再倒推回去 他承许了之后 再倒推回去 他才会承许说 他们中间 是有这种周片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 真正在辩论当中 是必须要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 他这边所讲的 有多余跟 缺少的过失的关系 这是我所理解的 好 以上 丁师兄 是 那个肉绒 你刚刚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 有一点问题 就是303页这边 往上看一下 丁师兄 对 这个是我们 至终 至终的 这个声音事无常 所作之故 如果是所作 决定事无常 如同平子 如果不是无常 则决定 不是所作 如同虚空 这个是我们认为的 我们至终的周片 是这样子 那因为你刚刚讲说 是 英明前派 五支里面的 这样子周片 讲出来以后 只是有欲 然后不周片 就他们举了这个瓶子 举了这个虚空的欲 但是不周片 你刚刚是这么说的吗 这个必须是 这个是我们至终 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 我们通常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是从同品片 反品片的关系来讲 我们不会去用欲 可是这个是 就是他中 他们是用欲 他们只有欲跟因 可是我们刚刚讨论 就是 恩大师姐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 这个是 我们的周片 是这样 至终的周片 就是同品片 瓶子 异品片是虚空 因为他们只有 就是我们讲 就是说 他们该说没说 也就是说 他们只有一个同品 没有讲到异品 不是无常 如果我们认同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子去承许 对啊 对 可是如果说 我们不是他们的 不是他们的 这应该不是 可是你可以 对这不是他们的 他们 如果他是作为 狄论者的话 他要你认同的时候 他可能用这一个欲 来让你去承许 他是有同品片 反品片的关系 对不对 没有 他这不是 他们也 狄论者 他们也不会用 这个周片的关系 来 来作为他们的立中 而是他们的立中 本身就是有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讨论 对没错 就是说 对 讨论的问题是 我们应该是这么说 才是周片的 但是他们只有讲到 同品 就是如同品质 并没有讲到 异品 那我们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 在我们前面 学习的时候 我们也并没有 讲得这么细 就我们前面 也是没有这么细 也是可以 可是你要想到 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欲 是一个欲 可是如果是 他是真的 能够 同品片 这个关系 成立的时候 反过来 异品片 一定成立 对 这个就是说 前面 我们学习的时候 认为应该是 就是说 英明前派 这个应该 所以你必须要去 让他去成许 他们是有 同品片的关系 你必须要去 说服对方 对 但是说 他们是有同品片 可是如果对方 通常我们在 在辩论的时候 我们是必须要 就是真正在五步大论 在说辩论的时候 我们会很在意说 我作为一个辩论 就是敌论的时候 我要让立宗者 能够承许我 过他的宗的时候 那么我必须用 他承许的东西 来过他自己的宗 问题是现在 如果他不承许这边的话 问题是他一刚开始 始终就已经 不认为他有周片了 这个玉 如同品质 这个玉就是没有周片 所以始终才会在讲说 你们讲的生意无常所 做之故如同品质 我觉得是不周片的 应该是 还有一个异品片的 如果无事无常 则决定无事所作 如同虚空 这样子的话 才会在所作跟无常之间 建立一个周片的关系 所以只有通过这种东西 我觉得不是 你不要把这个 因为他这个视力 因为你讲的是反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一个是法相 一个是名相 一个是事相 当我们用玉的时候 是属于事相 事相的话 并不同于 我能够用法相或名相 名相的话 他是一个总相 他能够去做一个周片的关系 可是如果你是事相的话 通常不太能够作为一个周片的关系 这个比较可以承许吧 尤其是在跟外道的时候 如果 那是用 所以这边 我觉得在量力保障论里面 他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在讲 一个周片的关系 或者是我们在讲这些 名相 我们或者我们要取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说的时候 用浅 就是浅出的关系 都是用总相 不是 他是一个用这个 用义共相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抉择的观点 而不是用一个实际的东西 做一个事项来做一个观点 所以浅的时候 你很可以用瓶子 用这些实际的东西 可是实际上 当你在一直不同 一直在提升的时候 你一定要最后是变成义共相 而且是用一个总相的观点 这样子去变才行 这是我的看法 丁师兄 丁师兄 阿弥陀佛 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问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论是 声音是无常的 所作之故 可是这个声音呢 有情所作 跟非情所作 所以是不是这个地方 要再确定一下 就是 是 是情所作 还是非情所作 阿弥陀佛 所以你没有要分啊 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说不足 就是说声音是无常 然后所作之故 可是声音也有两种啊 一种就是我们忍力的 去悄悄打倒的声音 我们嘴巴说出来的声音 可是也有打雷的声啊 他并不是情所作的啊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那个底论者就要问清楚 说你这个声音 是指什么样的声音 没有 在这边的话 他这个声音 不管是情还是非情 他都是属于无常 因为你可以看到 即使是无情 所发出来的声音 他还是要因缘和合 他才能够产生这个声音 所以声音 不管是情还是非情 都是属于无常 对吧 对 这个 这个利顺 可是他的欲就有关系了 是不是 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到最后 都是要用欲共向总向 那如果我们在 讨论到有法的时候 我们要再找这个欲的时候呢 如果是所作的话 我们可以找瓶子 可是非所作的话 就不是 不是瓶子 这个 这个有法容 是不是 不知道墨雪这样的理解 对还是错 对 所以这个欲呢 有些时候 其实不能够把它 推回去 去涵盖 在它里面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 这个欲 必定不能够 整个去包含在 这个 它所要立的中里 对吧 它还是会有 有偏差出来 还有就是 刚刚那个乃文诗杰 有提到一个 刚好 我墨雪查到课本里面啊 刚好把这个 这是一名前外 他们的五支 跟我们一名的中英玉 还有这个 亚里斯多德的 这个三段论事呢 做一个比较呢 那墨雪啊 把它念出来 也就是刚刚 那个阿玛师节 那里面有提到的话 五段论事里面的 松 就是论题呢 生是无常 因是理由 也就是所作性故 那欲证 欲就是欲证 譬如平等 那何就是应用 就是平有所作性 平是无常 那生有所作性 生也是无常 那结论 结就是结论 事故得知 生是无常 那我们的 一名三段论事呢 就是直接呢 中跟他一样 生是无常 因呢 也是一样 所作性故 那欲呢 就是一样 就是若是所作 见比无常 譬如平 那若是其常见 非所作 譬如虚空 就是把我们 同品跟义品 那三段论事呢 就直接呢 在我们同品的时候呢 我们有讲嘛 阿玛师节有教我们 就是说 三跟一 也就是说 凡诸若 凡诸所作 因皆是无常 那这个是大前提 小前提的话是 生是所作 然后结论是 故声音是无常 这是亚里斯多德的 那个三段的推理论事 那刚好就 刚好又找到这个地方 所以大前提呢 跟凡诸所作 皆是无常 也就是说 我们在同品的时候 有练习过 凡诸所作 若诸所作 皆是无常 那小前提是 身是所作 也就是 一 是三 就是声音是所作 这是小前提 那结论 故声音是无常 也就是我们的 这个论事 这样 以上 提供大家参考 阿弥陀佛 谢谢 师姐 那个最后 那个结语 故声音是无常 是 其实是 就是等于跟 前面讲的 跟 五字一样 是不需要的 其实这边讲的 其实就是说 他们讲的 就是他们 立的中 就是 声音是无常 所作之故 这是音 如同品之欲 但是事实上 就是说 我们至终说 只要两支 那这两支的话 就是很清楚 刚刚 阿弥陀佛有讲 就是 凡事所作 全是无常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音 那它已经包含了 中法成立了 凡事所作 全是无常 然后呢 第二个 它就直接举欲了 如同品子 如同品子 那后面 也会讲到说 那 凡事所作 全是无常 声音也是所作 这样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一个音 跟一个欲 就好了 也就是说 它的结论 是多的 多语的 这些都不用 全部都不用它 这样子 那 刚刚因为 丁师兄 就有问说 为什么是多语 那所以 其实 它就是把 这个声音是无常 所作之故 如同品子 这个中音域 就把它 就说认为 这个中 事实上是可以不用的 它就立了一个 立了一个 就是论事 凡事所作 全是无常 如同品子 那你这样子的话 就看得出来 就是说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正诚 就是说 所作成立 声音无常的一个正音 这样子 对 所以 刚刚结束的 就是说 那个 故声音是无常 这个是不需要的 这个就已经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 跟大逻辑 小逻辑 它们是有关 是一样 是没有错 但是 以至终来讲 它还是属于古之的 音领里面的 类似的一个 一个 一个论事就对了 那我们至终 就是觉得 只要音跟欲 然后刚刚 音呢 其实就已经包含了 中法成立了 男士所作 全是无常 我想这边 我想这边大家都已经晓得了 不过我觉得要 结论一下 就是说 因为刚才洛容师姐讲的 就是找到了 就从这文里头找到了说 五支 这五支 跟我们讲的中英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 这边讲说 他们是没有确定 周片的关系 我们这边是一定要有 比喻 一定要是 确定周片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 两个基本都不一样 那个 那个 洛容师姐 对吧 就是五支 对的 是的 所以我们要 把这个找出来 才能够讲说 为什么说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 不同的话 就是说 刚才这个 我觉得好像 好像有讲了 就是在 看他把这边抓回来 到这边好了 就是在这边 就是这一个 这个看起来 看起来的话 在 在他们讲五支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 这个 他们有 他们有 这一点 他们是不决定的 但是我们是决定的 好像这两点 把握住的话 我觉得这边就把握住了 那个八十二课的主讲人 李慧师姐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呢 这个地方 经过大家的讨论 我在看到 那个八十二课 三百零七页 他里面提到说 至终 有两个论证的方式 一个是对语者 一个是对智者 那对语者而言 他就说 譬如说 他知道呢 瓶子的范围内 只要是所做 就是无常 但是呢 他如果跟声音啊 这些结合起来 应用的时候 他就不是特别明白 那基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必须要再用一个 一个 就是说 这边讲 这边讲的是说 还要用一种语言简单 内容丰富的两支 齐全的论识 来进行论证 这样的话 才能够让他 去入真正的三项推理 那这三百零七页 这个地方 就讲到同品片 异品片 是怎么样的 然后有这个比喻 我相信我们再想一想 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而且我觉得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对那个 辩论的时候 对那个 就是他知道 那个声音是无常 但他可能不知道 瓶子也是无常 对这样的人的话 那你才 你认证的方式 可能不能这么直接的 可能不是那么直接 所以我想我们再消化一下吧 三百零七页 三百零八页 大家可以再看一看 这样子好 因为八十二个是李慧师姐 那我们这一题的话 就到这边 让李慧师姐下一次的话 总结 而且真正把它找出来 这样可以吧 我们大家 私下再来讨论 因为我们还有 还有下面两题嘛 好不好 大家同意 我们先往下面 那那个请多龙师姐 来讲一下 这个第二题 好 那那先到 那个第 PPT第十六页 十六 再往前 这个要先讲一下 好的 好 那因为这个 从十四到十七 它都包含在这个 不能难的 这个过难 过患当中 所以这边 你要先了解 什么叫不能难 就是说 我们在辩论当中的时候 不管你是 敌论者 还是立论者 那么 他们两个中间 那是你来我往 是一直一直要在那边 就是 问对方 回答 这样子 所以呢 他说不能难 是对 敌论者跟立论者 都可以用的一种 词语 那么对 敌论者来讲的话 他就是包含在 主要是在 不说过失 就是说 当我们在面对 一个 题目的时候 你应该去找出来 这一个 论识当中 他有哪一个地方 是不足的 那么你要把这个过失 说出来 这读 敌论者 他的工作 是在这边 那么对于 立论者的话 他必须要去 安立一个中 那么他 所以呢 他要讲的话 就是说 我所立的是什么东西 那他这里 对于立论者 他不能难的话 就是说 他不说能立 不能够讲出来 他自己真正要立 的是什么东西 那这就是 立论者 他面对不能难 这个过失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回到前一页 十五页 好 那所以这个 第十四呢 就不随说 那这边就 他就说 不随说 若敌论者 未说 立论之诸 也飞过 就是我们 自终就讲到说 这种不是过失 可是呢 逐路派呢 他觉得说 如果呢 立论者 已经一再重复 重复了三遍 那对方 应该是算听清楚 然后呢 他没有 回答 一言不发 那 这不是不随说 他觉得这是一个过失 可是 其实呢 在这个辩论的规则里面 我们可以看蓝色这边 他就讲说 不随说 对于敌论者来讲 也不一定成为过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前面 就是说 我们在立辩论的这种规则里面 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程序 说立论者说三遍 那敌论者也要跟着说三遍 这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矩 所以他 如果你 立难者 立论者已经立出来这个宗 其实敌论者 他只要听懂 那么他应该去思考 他应该要想办法过你的宗 所以他应该要说你的过失 那他不需要去随说 所以他这边就讲说 虚说如果说他应该要来说你的过失 那虚说未宣说 那则设在不能难当中 所以他主要他要讲的应该是要破你的这个宗 所以他要讲这个宗 你所立的宗的过失 所以这个才是重要的 那不是说重复你这个立论者 他讲的东西 这是第十四个不随说 然后到第下面 在下面 第十五季 好那么对于 对第十五季 不是不是 那个祭送 第十五个过失 这个第十五个过失呢 就是不知意哦 那这个不知意 与敌论者非为不能难之外 那这边非为不能难之外 就是其实呢 他还是属于敌论者 他不能难 为什么他不能难呢 他不能够找出立论者他的过失在哪里 因为他不知意哦 他不晓得这个立论者 他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既然他不晓得的话 他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去找出过失来 所以他这边就讲到 这个竹木派觉得这是一种复处 可是我们本至终的话 他觉得说他因为这个敌论者 他也许是没有第九个 第九个这个框框里面 也许他没有能力对立论者答复 也许他不愿意答复 其实就是说他就是举不出过失 也许是不想说 那也许是举不出 反正呢 他因为不知道这个立论 其实我们在站在辩论场上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因为那个 当你都是要用 马上要记得 对方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如果你完全都还没有听懂的时候 其实会站在那边是真的想过出他过失 因为你连题目都还没听懂 对这个不知意 在辩论当中 除非是那种 听力很好 然后记忆力又很好 所以这个必须要 要上场辩论的时候 其实是要 对于很多经论要很熟悉 而且要对于他们 这个经论之中 他们所有的理路是什么 要很熟悉 不然一上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不知意 是常常会发生的 这个第十五个过失 第十六个 第十六个呢 就是不能难 那就是不能难者主 这边最好是 斗点是放在不能难者 它是属于不说能力 不说能力 就是说如果是立论者的话 他没有说出他的能力 是什么 然后呢 如果是敌论者的话 那么他就是不说过 他没有办法讲出 这个过失到底是你在哪里 这样子的话 就是属于不能难的 这个就是 这个 其实呢 竹木派他又把他再拿出来 作为另外一个付出 可是对于我们 因为刚刚最后他有一个收射 他讲到说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过失呢 都收射到某一个东西里面去的话 你就直接收射进去就好了 所以这个不需要再另外另一个付出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不用再另外安利 这样子好 那么第十七的话就是 必顿 必顿的话就是逃避 就是他自己变不下去了 他就想要跑掉 所以是必顿 真实非付出 他还是不是一个付出 他还是属于不能难 所以他有会找各种理由 所以他有脚保 所以还是违规到是不能难的当中 那这个其实就 他这样子的时候在辩论场上 会给人比较一个不好的印象 那如果是真的 像他们当初是 性命这样子相 就是说如果我变书的话 我就投给你 或者是我就怎么样的话 那其实是不会产生这种 那就像那个 很多在辩论场上 我如果变书了 那我就跟着你 我就归投你的这一个派别 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必顿的话 就是用狡猾 他方式 不是直接去 去对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 那么他这边有分别 他说如果是真正 碰到了这个生病 或者是生命威胁 戒律受到威胁 那这时候是可以体谅 那如果是他是用狡猾的方式的话 其实这还是归于不能难当中 不必再另外立出一个付出来 好 回答到这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那个若文师姐 不但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把实际的情况也讲出来了 那个就是说像这个 真的来讲不知意的话 我们常常也会碰到 就是说人家在讲什么 其实我们搞不懂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辩 没有办法说他们的过世了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今天都没听到那个谁 没听到这些事 林奇有没有问题 还有那个 蔡师兄有没有问题 有我有问题 那不过我是在第slice 第九那个82课 不过大家 刚才师兄师姐已经讨论很多了 所以我已经解惑了 好的好的 好谢谢 那我们再进入第最后一题好了 那最后一题的 我请那个简师姐 你来说 是的 好的 可不可以劳驾丁师兄 让墨学分享画面 好的好的 丁师兄 各位师兄 师姐 阿弥陀佛 第八十一课的第三题 由墨学来学习回答 那也是一样 竹外所说的第十八到第二十二 付出 为什么不合理 撒迦半知打将其安利在 哪四种付出中 那为什么 所以我们参考PTT是从二十二到二十六 课本呢 是二十八 二八八到二九一 那一样科判之前丁师兄都有介绍过 那我们现在是在见证者 如何建立智力 然后 新二字分别 抉择付出 那这个地方呢 前面 学育派观点讲完了 现在是 主牧派的观点 那墨学呢 回答第十八 就是认识他难 那既说是认识他难 知不知 依次不定不说过 认识他难 从知分析是不定 与不知分析是不说过 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 认识他难的这个法相 其实这也是独牧派认为 在辩论的过程中 利论者说你是盗贼 是师父的缘故 那辩论者对此回答说 你也是同样的 或者你义士 那这样的回答说明 辩论者已经承认 利论者是盗贼 因为你也是你义士 而且呢 也间接承认自己也是盗贼 因为自己也是师父的缘故 因为利论者说 你肯定是盗贼 你是师父的缘故 但辩论者并不说其他的话 他什么话都没说 只说你义士 你义士的话 那其实是说 不仅那个 呃 辩论者是盗贼 你也是 因为意志里面 已经隐含了 呃 辩论双方都是盗贼 这样的话 辩论者便将自己的过失 归咎于辩论者 可见这是一种付出 他 叫做认许他能付出 这是 但是主牧派认为 哦 他是认许他能付出 这样子 那之中 呃 博士说 这个问题 需要分析 也就是说 呃 基松说 知不知 不定 不说过 那第一个呢 分析就是说 从知分析是不定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是师父 就成了盗贼 那么 利论者 也成了盗贼 回答 应该这样 而主牧派认为呢 利论者说 你是盗贼 是师父的缘故 的时候 利论者 不应该说 你一事 不能这样说 这个是 主牧派认为 不可以这样回答 不这样说 那 至终回答说 是师父的缘故 就成为盗贼 那利论者 自然 也就成了盗贼 可见 利论者 这种说法 是合理 但 这一点 利论者 不承认 因为 师父 不一定 全部 是盗贼 那么 这种因 就是一种 相识因 也就是 不定因 可见 光用 师父的因 这个因 师父这个因 来证成 所有人 是盗贼 并不成立 我们应该对他说 不一定 也就是 底论者 不应该说 你也是 而应该回答说 不定 这样子 那第二个分析 就是说 从不知 不知分析 是不说过 也就是说 如果底论者 不知道 这是一个 相识因 那当然 是一种 付出 本来这种 推理 是相识因 但 底论者 却认为 他是真实因 真实的因 那 底论者 自己就承认 自己是盗贼了 而且 同时 也承认 别人 底论者 是盗贼 把这种过失 推给了 另一方 这是一种 付出 应该 包括在 底论者 不说过失 当中 所以 这个是 他的原因 那是属于 不说过失 当中 那第十九个 忽视 应可 折烂处 寄送 忽视 应可 折烂处 变双 物能 烂 宗舍 主外认为 如果 利论者 运用一个 相识的因 而 敌论者 无力观察 也就是 敌论者 也实在 没有办法 将它 推翻 便 断然 气色 那就是 忽视 应可 折烂处 的付出 这是 主目派 认为 不是 应可 折烂处 的 付出 那 自终说 这种 付出 可以包括 在 不能 烂 当中 也就是 如果 是 利论者 就可以 包括 在 不说 能力 当中 如果 是 底论者 那 可以 包括 在 不说 过失 当中 因为 如果 真正 是 一种 相识 因 这里面 包括 不成 不定 相为 等因 而且 敌论者 无法 反驳 不能 观察 而 断然 放弃 那 就可以 包括 在 上面 所 讲的 两种 不说 能力 不说 过失 当中 没有 必要 单独 安利 无事 应可 折烂处 这种 付出 那 第二十个人 是 责难 不可 责难 处 寄 责难 不可 责难 处 为 不能 难 之 付出 那 这个地方 墨学 有一个 疑问 就是说 这个地方 课本里面 讲的是 不说 过失 不说 能力 但是 其实 不能 难 是不是 也应该 包括 说非 过失 也就是说 这个 竹木派 认为 本来 对利润 其实是 双方 没有什么 过失 但另一方 却故意 加他 忘加给他 过失 也就是 通过 势力 通过 变财 等等 其他的 因素 把过失 强加在 对方 身上 本来 对方 没有 过失 也就是 不可 责难处 非过失 但却 给他 增加一些 过失 责难 或者是 说 这就是 责难不可 责难处的 付出 也就是 应该说 说非 过失 那 至终回答说 这并不能 成为 付出 因为 这是 自己 没有能力 推翻 对方的 观点 并不是 不能难 以外的 付出 它 应该 包括在 上面 所讲的 应该是 说非过失 或者是 说非能力 当中 因此 没有必要 单独 安利 为一种 付出 因为这个 责难呢 也就是 说 说的意思 说 没有过失 的地方 所以 末学才会 觉得说 应该是 说非过失 好像比较 合适 这样子 那 请各位 师兄 师姐 再确认 一下 那 第21 黎中义 笔者 所谓 黎中义 色语 不说 能力之 主目派认为 苏论派主张 一 有 就是存在的东西 不会毁坏 五 不存在的东西 不会产生 也就是说 他们首先 从实相的角度讲 凡是有的东西 就不会坏 而没有的东西 也不会产生 这就是 苏论派的 综艺观点 然后 不只是这样 他们又说 两种 与上面 与之矛盾的观点 也就是在 主物自信当中 一切都可以显现 也就是说 没有的东西 可以从 主物自信当中 产生 而有的东西 也可以坏 也就是 融入 自信 主物 这显然 已经离开 他们 苏论派的 综艺 因为上面 无不存在的 有的东西 不会毁坏 可是他现在 下面就说 有的东西 也可以坏 所以 这是 自相矛盾的地方 那 主物派认为 这是离他们的 综艺的付出 那 自终 进行观察 其实 他可以 涉予 复缩 能力之当中 因为他们的 说话 前后矛盾 因此 没有必要 单独 安利 离中医的 付出 那 第二十二 呢 是 相识音 其中 相识之音 为付出 主目派认为 前面 所说的 不成 不定 三维 三种 相识音 是一种 付出 那 自终回答说 相识音 立为付出 是正确 并没有 什么错误 但是 这些 全部可以 包括在 说非能力 之 或 和说非 过失当中 没有任何 必要 单独 案例 以上 所讲到的 主目派付出 都不合理 以上 莫学 学习回答 报告完毕 请各位 师兄 师姐 指证 补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那这一题的话 谢谢那个 简师姐 那您 您的问题 我看有没有人 能够回答 就是这个 第二十个 责难不可 责难处 因为 课本上面 这是不说过失 简师姐说 这是 是不是 说非过失 才对 我看这个 今天是谁 在传 乃芬师姐 乃芬师姐 您说说看 这个 从角度上 来讲的话 好像 我感觉是 因为你 如果当安 以责难 你责难 的话 你就已经说了 对不对 所以那你又 不可责难处 你责难 他不可责难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说非过失 跟说非能力 好像也是 蛮有道理的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阿弥陀佛 就是说责难的话 责就已经是 有开口讲话了 就应该 就应该说 不是不说过失了 那看还有没有 那个其他的意见 这边比较没有讲话 我看 树 你说说看 我们 我们同意 哪分世界的看法 责难 因为他已经 说出来了 所以 应该是在 这个 说 然后非过失 我也比较 赞成 这个 这个 看法 好的 谢谢 林奇 谢谢 你说 因为 讲到这里 我就已经 有点 confused 不说过失 跟说会过失 这两个 他的定力 到底是什么了 所以 最主要就是 有一个说了 一个没说 他没有办法责难 所以他就不说了 比如说 因为照他的讲义上是 所有的不能难 全部都是不说 可是他并不是 他没有说 对 按照这边的意思的话 是责难 就是有说了 对 那这个 这个 这个把它 他把它立在 不能难的付出的话 是因为 他是妄加的 就是说 他有说了 可是 理论者说的是 真因 可是理论者给他 妄加一个过失 所以他是说了 他是有说了过失 可是说非过失 不是 他并没有不说过失 所以我们大家都同意 这样子吗 这边我说 我来看 讲一下我的看法 好 那这边呢 责难不可责难处的话 就是表示说 这个 敌论者 他在讲的时候 他已经偏离主题 他本来应该是要 依照这个对方的立宗呢 他去讲 这个立宗有哪一个过失 可是呢 他去指责了别的地方 不可责难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讲的人呢 他就去说了非过失 那可是他这边 他最主要呢 他还是在讲什么 就是说 当对方这样讲的时候 那么你要 像他 要 与他这样论辩的时候 其实你 就是说 他讲的是不对的 那么你就必须要回复他 回复他 就是讲到说他 指出他错的地方 那 所以这两个讲的角度 一个是 敌论者 一个是 立论 敌 对 一个是 立论的人 所以这一个呢 立论的人 他就要去 讲 他的过失在哪边 或者是说 他为什么 他所讲的这个东西 是不能安利的 那这个是 你把这个 如果全部 混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变得 好像两个是 不合 可是实际上 如果你把它分开来 看看到底是 哪一边是怎么样 那一边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就可以 讲得通 对 所以说 所以说 不说过失 也可以说 你应该说过失 但是没有说出来过失 这也是责难 不可责难处 是不是 应该说出 那个错的地方 但是现在是 说的是 不可责难处 所以说 这个不说过失 的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说出 他真的过失 对不对 所以照这样子 讲的话 不说过失 也是可以 讲得通的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是看你 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你是从这个 敌论者 还是利论者的角度 就可以去 想 到底是怎么样子 对 不能难 本来就是两边 都可以 都可以成立的 那那个 简师姐 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 请问师兄师姐 就是说 我们怎么定义 不能难的法相 如果不能难的法相 不能正确的责难 的时候的话 那其实 不说过失 不说能力 说非过失 说非能力 通通都可以 也就是说 不能难这个 这个法相的话 是不是包括事故 那你从 立论者的角度 从敌论者的角度 责难的话 一定是在 责难 责难的话 一定是在讲过失 讲过失的话 就是说 可以有不说过失 跟说非过失 应该是这样子 是 那如果因为 如果说我们 因为 索拉里看布 他翻译成 我们汉文 这样去看他 我们从这个字面上 来看他 所以 默雪就一直在想说 这个不能难 他的法相 是什么 如果只能限定 不说过失 或者是 不说能力的话 那是不是 是有不足之处 或者说 不能难呢 他应该 包括了 四个 也就是说 不说过失 说非过失 不说能力 说非能力 可是这个地方呢 他又有 说责难 以责难来讲的话 责难是已经 发生说了嘛 那不说 是还没有说 不说 是因为 没有能力说 所以他不说 或者是他 他知道他不说 通通都可以说 不说 可是责难呢 是已经说了 所以按照我们 汉文的立场来讲 这个责难 就应该是说 说了嘛 是不是丁师兄 但是我刚才 就是在讲说 但是说到 他并没有说到 正确的过失 所以 从那个 真的过失来讲 他并没有说 所以叫做不说 对 所以这边的过失 不说过失 可以解释 成为说 没有讲出 真的过失 虽然讲了 可是没有讲出 真的过失 那你怎么解释 那你怎么解释 说会过失呢 说是已经说 就说了嘛 一定会把 不管他对方 对或不对 他通通都说出来了 都说嘛 可是不说的话 是不管对方 对跟不对 通通说 他其实这个就是 所以如果说 这个东西 按照刚才的讲话的话 那个林奇斯 也不问说 他说非过失 那如果我们讲说 这是不说过失的话 那就不是说非过失了 其实 这边看来的 对 因为在责难的话 不是 这只能够讲说 对方 不能够讲说 因为说对方的过失 所以前面一直都在讲 只有对方 哪个对方 对方就是 不管是 利论者 或者是敌论者 敌论者才有 所谓的过失 他们的责任 就是说对方的过失 说利论者的过失 所以敌论者 他只有两个付出 一个是不说过失 一个是 说非过失 而利论者 他的两个付出 就是都跟能力有关系 一个说非能力 一个不说能力 这两个是不能够 这个 这个 就是人物不能兑换的 应该是 应该是利论者 他也有在说 敌论者的难处 有 那他就是说 前面好像有讲过 也有这种情形 他为了那个 他也是有 那个刺破 那个 折破 那个敌方的时候 有的 当然利论者 他最重要 就是把他的 利论 他的能力 说清楚 然后对方 如果 对他发态过 他要说明白 对 那他如果没有说明白 就是说非 就是不说能力 那一开始 他如果没有利论的 不说清楚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根基的话 他就是说非能力 他用的是相识因之类的 所以利论者 他就只有这两个付出 都跟他的能力有关系 没有跟过失有关系的 有 就是我刚刚一直讲说 前面我们有提到 我们那一段的话 你别再去看 虽然 平常都是说 一个是能力 一个是 一个是在 在责难回来 在遮破 一个是在建立 一个在遮破 但是 也有情况 是这个 利论者 为着说 要遮破 敌论者的观点 他也有遮破 的时候 好像是 应该是 应该是 前面一课吧 还是 那个 前一课是谁讲的 前一课是 这应该不是在 前一课吧 在自中的 应该是在 自中 说明自中的那里 这前两课吧 我是记得 有那一段 就虽然 平常是这样子 但也有情形 是这个 利论者 在遮破 这个 这个敌对者的 那这一题 我看 做一个结论吧 做一个结论 所以 这边 反正简思解的问题 就是说 这边是 不说过失 应该是 说非过失吗 那我们基本上说 看起来是 说非过失 大家都同意吗 但是不说过失 要能够解释的话 只能够说 只能够说是 虽然讲了 但是没有说出 真的过失 那也就是 说非过失了 所以这边 虽然有模糊 模糊的地方 可是到后来 我们还是澄清了 其实用 说非过失 可能比较恰当一点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结论 林师兄 您刚刚提的 那个情况 那是不是在 246月79克的地方 他说 利论者 主要他的工作 就是建立 那敌论者 主要是遮破 但是事实上 在特殊的情况 他也有一些 错乱的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各自都 都会跨过线 我就想 可能您的印象 是那个地方 我的印象是那边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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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那简世纪 我们这样可以吧 我们就来回向好了 因为被拖得好晚了 那等一下 丁居士 我找到了 你说的 那个是在 82克的 297月 OK 他就是 利论者 他换一个角度 因为他忍不住了 他要说 他本来只是 人家 敌论者 来遮破 对不对 但是他忍不住 所以你看 279月 123 279不是97 277 297 讲错了 我刚才对了 282克 对啊 然后 1234 97 OK 这里 在上面一点 297 这上 对 第三行 换一个角度 就对方作为利论者 本来是 对方是敌论者 他现在换一个角度 对方作为利论者 那你 你本来是 利论者 变成敌论者 因为他忍不住嘛 非要说嘛 对不对 所以他叫他 你坐下来 你坐下来 我来辨认 你是 你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可以去反驳啊 本来利论者不能反驳啊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这里的 对 刚才但是李慧师姐讲的79克那边也是 对 我是根据那边讲的 对啊 阿弥陀佛 好的好的 那我们今天过时差得很远啊 那我们就来回向了 只福以得一切智 吹拂一切过患敌 生老病死 犹颇淘 愿度犹海 祝有情 愿以此 殊胜共修的功德 及三世所累积的善根 以及三世一切凡胜 有漏无漏的善根 有漏无漏的善根 西接水洗 并且不接回向 三世诸佛如何回向 我一如是回向 回向佛法新盛 高僧大的长久住世 尤其是以我们索达基 堪部为主的 这些高僧大的人 请他们广转法轮 并且回向 至他一切友情 命中的时候 遣出所有的违缘 迅速自在地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并且回向 一些佛教修行者 尤其是以我们班上 为主的这些 文师修道友们 身心安康 诸事吉祥 委员静族 顺云俱族 相聚中的两种菩提心 不断地增上 文师修圆满 早日成佛 非之力生 也请各位各自回向 那我现在再来放 最后的普贤行愿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今回向诸上根 为得不限数生气 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 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 僧众不退一落之加持 如是回向法愿其成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了别人 imm 루�stone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